台湾更生保护会成立73周年了 期间透过志工的协助 辅导许多更生人改过自新 迎接新的生活 不过有鉴于许多更生人 在重返社会的过程中遭遇挫折 今年开办圆梦创新贷款 以及家庭支持服务方案 希望给予更多的正面力量 帮助物路歧途的更生人 重新站起来 更生保护节庆祝大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更生人保护志工 以及优秀辅导个案 上台接受上级单位的颁奖表扬 感谢他们的努力与付出 为社会注入正面力量 帮助曾经误入歧途的更生人 重新回到社会展开新生活 就是要换取社会 能够继续持续来关心我们更生人 让他们在社会上能够来接纳他 不要歧视排斥他 让他可以勇敢地站起来 在高雄分会担任过主委 也是资深更生保护志工 服务长达十多年的蔡素贞 今年获得特殊贡献奖 接触的辅导个案超过数百人次 深深了解每件误入歧途的个案背后 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发挥正面力量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灰暗期 感受到更生人受到我们的帮助 他们拦起的希望 带给他们很大的力量 我觉得这是真的社会上很需要 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些人 因为救了一个更生人 就等于救了一个家庭 然后可以减少社会的伤害 曾经因为在学校被同学霸凌 勿交损友的陈钊献因为贩毒入狱服刑长达六年 期间他痛失和亲人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也深深悔改更发奋图强读书学习 终于在家人的支持下从金银茶叶再出发 并且成为今年新出炉的特等茶王 帅气的外表 看不出曾经是警方头痛的犯罪人物 招宪希望以自己过来人的经验 真切影响这些误入歧途的朋友们 不要再做错误的事 也不要放弃自己重新来过的机会 其实我们还是社会上 还是很多关心我们的人 不是家人 我们还有一些更生保护会的团体 然后公益团体等等的 其实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人家空虚黑暗的时候 我们能够伸出援手 尽量的去 就是有个关心 有个关照 让他至少在心灵身处 不会感觉到这么空虚 然后去做一些非法的行为这样子 有些是纯粹靠自力更生来创业成功的 有的是我们贷款给他 他能够很仔细的 我们会打算把我们的贷款放在他的事业上 而且有成的 他也可以转化回去协助辅导我们的更生人 这样更生人帮助更生人 那会更非常有益 成立73周年的台湾更生保护会 目前约有志工2000多人 长期协助政府推动更生保护工作 今年大会创新规划圆梦创业贷款 建制幸运草网络商城 以及开办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务方案 希望帮助更生人获得更多的支持 重返社会迈向崭新人生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军 采访报导